今天我们请到了万象集团的创始人炮 炮我听说您很关心加拿大的政治 请问您为什么支持华人积极参加大选 参与选举是这个 那个宪法规定的一项很重要的这个权利和义务 就是说我们只有积极参与选举的话 我们华人群体的这个声音 才能被整个社会听到 然后呢我们也更能获得尊重 如果想参与选举 您建议以什么原则来参与选举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我在那个帮那个西温选区的候选人 John Weston的竞选国会议员的过程中呢 经常被人问到这个问题 就是我选他能给我带来什么好处 其实呢是这样的 参与选举通常不能给你直接带来直接的这个物质利益 我们选我们投票呢 主要是看是不是认可这个候选人的或者他所代表的政党的这个理念价值观 那么您为什么支持保守党 就因为我认可保守党的这个理念跟价值观 保守党呢是一个右派政党 所以就是说右派政党的传统理念就是说小政府大市场低税收 然后呢鼓励企业家精神和这个努力工作的这个精神 然后相反的自由党政府呢就往往是这个 它是大政府小市场 然后政府参与社会的各个方面 高税收高支出 那您呢从事房地产行业多年 那很多华人关心政党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是什么 现在这个话题也比较热门 最近呢两大政党在这个选举开始以后都提出了 就是可能会在未来两年以内禁止外国人买房 但这个呢是一个并不能治本的一个政策 其实房地产市场的这个进行价格涨得比较厉害 主要是两个方面引起的 第一个来讲呢是这个当前执政的这个自由党 它的这个高支出啊 导致这个通货膨胀 就是印钱太多引起通货膨胀 第二个问题呢其实来讲主要的问题是供应不足 加拿大各级政府的这个效率比较低下 房地产开发的周期很长 导致供应不足 在保守党进行纲领里头 它就认识到了这个问题 就是供应不足是房地产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保守党对一个问题的认识 是比自由党更深刻 保守党一般来讲 它跟中国政府的关系会比自由党执政的话会要差一些 因为保守党呢比较认可 比较的坚持这个传统的加拿大价值观 就是自由平等民主中中人权 但是我觉得是这样的 我们作为一个来到 既然选择来到加拿大 那么我们也是选择认可它这种价值观 所以我们更多的要从加拿大人的角度考虑问题 另外一个就是说 即使你不是很认可这种价值观 也不要把这个问题看得太重要 那今天谢谢靠跟我们分享您对选举的一些想法 然后鼓励华人进去参加选举 然后他们应该有的权利 好谢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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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